歡迎收看,我是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麼我們這一集呢要來繼續介紹這個相似型 那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在 這個三角形ABC裡面 然後題目裡面提到這個 角 CDG等於角B 也就是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 著色這個灰灰的這個地方 我把它再 用紅色塗起來 角D啊 等於角B 那因為角D有兩邊嗎 就是D 這個角這邊也是角D 所以我們講我們叫小CDG 這個等於這個 OK 然後跟你說這個AE比CE 等於AF比BF AE比CE 等於AF比BF 都是3比4 那接著跟你說這個 這裡寫3比4題目寫3比5 我們改一下3比4好了 OK然後問你這個 三角形CEG的面積和四邊形 B D FG的面積 這兩個面積 這個跟這個 的面積比會是G比G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好 喔那麼這樣子的話要怎麼做呢 其實可以看的可以看得出來就是這一條 有沒有 這個角跟這個角一樣嗎 所以怎麼樣 好 這一條是平行這一條的 為什麼 這個是同位 角相等 所以這兩條平行 這兩條平行那平行線結 等比例線段囉 所以這個3比4那這個也是3比4 3比4 可以嗎 好 那麼然後 好 那接下來就都可以算啦 就都可以算了 比如說怎麼樣呢 這個三角形 和這個三角形 這樣是幾比幾 這個和這個 3比4 啊我數字好像都出3比4有點太傻了 這樣很容易答對 那為什麼3比4是不是因為 相似型喔是因為怎麼樣 這個等高啦 就是ACF和BCF是等高的 所以三角形ACF 比三角形BCF 等於3比4 這個是因為等高 可以嗎 那然後在ACF裡面呢 所以假如我們就把它取叫3R跟4R 在ACF裡面因為這裡平行嘛 所以這邊4比3的話是4比7 好所以這一塊 三角形AC1 這個三角形 題目要問的這個嘛 AC1和ACF 不是4比7 好是 因為相似型我們在上一集說明了好相似型面積比是邊長比的平方 所以其實是16比49 所以它是16比49 所以三角形AC1 它會是49分之16乘以3R 所以是49分之48R 接著 換個顏色 換個顏色 三角形 CDG cdg 下面這個cdg 這個三角形 一樣 他比上三角形下面這個大的cbf 那也是一樣4比7 所以是16比 49 所以我們今天要求的這個呢 這個 這個bdgf呢 這個bdgf呢 它會是整個 49減掉16啊 是33 33 對 所以是49分之33個 4R 所以是 也都沒得約了 49分之 這個 12132 那所以這兩個比起來是48比132 剛好都有12可以約喔 4比11 那麼這是答案啦 可以嗎 好 其實這題還不錯吧 我們上次所留下來的作業 他跟你說啊已經知道AB是3 QR是14 平行平行平行而且 4等分4等分 請問中間這三條 那你可以根據這個T型的 中線 去算 3加4 17除2 是2分之17 2分之17 對 然後 3 3加2分之17除2 也就是2分之6加2分之17 2分之23除2 4分之23 然後 14加2分之17除2 應該沒有算錯吧 14加2分之17除2 也就是2分之 28加17 45 4分之45 然後再加起來啦 那又或者呢 我們在這裡要用這個問題來跟大家說明這件事情 我們前面已經說明過很多次這個 T型中間平行線 它跟這邊的比例是有關的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等分點 那你其實我們算出來了 你等一下去檢檢看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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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等比 那個等差數列 就是你 你有發現這兩個是 這個是這兩個的一半 這個是這兩個的一半 換句話說 這三個乘等差嘛 因為它剛好是他們的一半嘛 然後這三個也乘等差 然後這 這樣這三個也乘等差 其實它整條是乘等差的 那 等差數列首相三目相14 問你中間這三項 那中間這三項呢 其實這兩個加起來一樣是這個 兩倍的 EF嘛 所以CD 加EF 加GH 這個加起來其實會是三倍的EF 那EF呢 其實會是 2分之AB 加QR 可以嗎 所以它其實是2分之17乘以3是2分之51 這是這一題 這樣可以嗎 下面這個問題 我非常的喜歡 這個是那個 機測 曾經出過類似的問題 那不是因為機測出了所以我喜歡 而是它讓學生 透過這個 方格 通常 我說真的 通常學生這個題目都會答錯 那 透過他答錯 他可以了解到自己對這個 相識形 對比例 和對幾何的 熟悉度還是不夠的 他問說 以丙丁物 哪些是假的相識形 那假的相識形因為他沒有提供角度嘛 所以我們能夠用來判斷的其實最主要就是邊長 假在這裡佔了兩格 這裡呢 這條到底多長 光是這一點 我告訴你就有學生打不出來 這條到底多長 那這條多長你要看這邊 這裡有一個指導三角形 2 2 這個是2根號2 1比1比根號2 所以 這個是 2根號2 可以嗎 好 這條多長 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2根號2 那麼一樣這邊你要看的話你要 在這裡產生這個指導三角形 那你會發現他是2 這個是 1格 2格 3格 4格 2比4 2比4 也就是1比2 這個 其實我們在 在根號 然後必是定理的那個章節 就一直在練習這個 24這裡要多少 你也可以用必是定理啊 他平方他平方加起來20 這根號20提出來是2根號5 或者是你把它說小變成 1比2比 這就根號5 對不對然後再放大回來這2根號5 所以這一邊是2根號5 可以嗎 哪些是他的相似型 哪些是他的相似型 那麼一個很標準的就是這個就縮小1號的 這就是1比根號2比根號5 所以 這個1就是 還有哪一個會是他的相似型 這個看起來Y7扭8 是嗎 謝謝看了1 123 這條多長 這條多長 看不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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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拉出來 拉滿這裡 我就命一下讓這個線條粗一點 因為我真的拉下去會蓋住上面 那我們來一起來看 1格2格3格到這裡嗎 1格2格3格到這裡嗎 所以其實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他1格剛好是跨1比1 然後他跨了3格 所以他就是 3比3 1比1比根號2 那他乘3倍 3根號2 這個呢 這個是123 123 4 5 6 3比6 一樣是1比2 根號5 乘3倍 這個是3根號5 所以丙也是 這也不奇怪 來看這裡 那你說 至少怎麼樣我都看得出來拉 就是說這個是幾倍然後這個就是 幾根號2嗎 那我們來看這個 1234 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4 好 用咖啡色 OK 那你想說我這邊1234對不對 那好啊那我這邊 4根號有4根號2嗎 或者是4根號5嗎 好像也都不是拉 對不對 那應該不是吧 但是至少怎麼樣我們把它算出來嘛 1格 2格有沒有 有沒有1格2格 一樣是1比1比根號2 但是他是2格的 所以這個是2根號2 然後這裡呢 12 2格 123 4 5 6 2格6格 如果尤其你是完全直接用必須定理算的話 那2格6格的話你會發現是根號40 所以是 4根號5 不是4根號5 根號40抽4出來 12根號10 那我剛剛為什麼說尤其如果你是直接用必須定理算的 就是說如果你有畫成比你會發現是1比3嗎 1比3比根號10 2比6比 2根號10 這樣子都可以算 好吧那看起來就不是了吧 對不對 我這個是 2比 2根號2比2根號5 那我這個是4比2根號2比2根號10 但是仔細想想 誰對短呢 其實這個不是最短的 這個才是最短的 所以我們來寫一下 2比 2根號2比 2根號5 我這個是 2根號2比4比2根號10 我這兩個比例 那麼你看 乘以2根號2倍 乘以2根號2倍 所以他是同一個比例嗎 或者我可以說怎麼樣我把它除根號2 他除根號2除根號2除根號2 或者我去捕捉他們三個的關係 我如果把這排同除2是就是1比 根號2比 根號5 我把這排同除2根號2 1比 4除掉2根號2還有 一個根號2在 那就會是 1比根號2 然後他除根號2是根號2 所以呢 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 他 其實 也是 相似型 再來看這個扁扁的 一點都不像 那麼這個扁扁的是幾比幾 1比 一樣這個線條太 淡了 看一下 1比 2比 根號5 這根號5 在這邊 1比123比 根號10 就根號10 然後這邊12345 差很多吧 對不對 這個2比2根號2比2根號5嗎 這什麼根號5根號15 對不對 要不然我們來畫一下簡單整數筆 三個邊同除根號5 同除根號5你會留下的是 1 他除根號5是根號2 他除根號5是根號5 OMG 竟然是一樣的 有沒有 1比根號2比根號5 我們剛剛這個也寫上去 這個除掉2根號2也是1 這也是根號2 這也是根號2 所以哪一些是相似型我剛說的這個題目哪給學生 算哪給學生做如果沒有做過基本上是一定會錯的 這個 都是 因為這裡面涉及到相似型SSS的取得 他首先要知道他要去取得邊長筆 第二個 他要能夠精準的 正確的啦 也不是說多精準 正確的在這個格子上面取出這個線段長 要知道使用閉師定義來求線段長 第三個 他取出線段長之後看了一下 他也不能夠太快放棄了 他要懂得去畫簡單整數筆去觀察出來 會發現 還真的就都是1比根號2比根號5 這是這一題 很值得 交給學生的一題 那麼我們在這個相似型的單元裡面有的時候課本會放進一個主題叫做縮放 因為縮放也是跟相似型有關 那在這裡呢 以前縮放好像在 等於說是在 國小 進入國中的那個階段 國一上或者是國小學的 那在這裡因為他跟相似型有關 所以就使用這個縮放的 姿勢 他說 將A圖片縮放125%成為B圖片 則B圖片要縮放多少可以成為A圖片 那我們有一個做法 就是說A呢 乘以這個125%就1.25 那1.25如果你等一下想要好算 建議你就是很敏銳的發現他是4分之5 等於B 那他問說那B要怎麼樣 那這個 很容易看出來吧 5分之4 只是說在這裡呢 要額外交兩件事情給大家 那這個 有沒有開始懷疑這個答案是錯的 每次在我寫完答案之後開始又講話 學生就會想說 所以是錯的 他是對的啦 那只是在這裡要教兩件幾件事情交給大家 學生可能會有所困惑的一點就是 說放說放 到底是說還是放 是說還是放 好那這個跟我們以前在口語講話是 比較 不一樣啊 可以說跟口語比較不一樣的一點 但是他也是遵循口語的邏輯 就是說 說放幾倍 在我們寫數學題目的時候為了避免困惑 簡單來說就是乘以多少倍 也就是說我今天放大 放大像這個1.25嘛是放大嘛 我就講說放125% 那我假如是縮小 比如說我縮小成0.8 像這個他最後這裡是 5分之4是0.8 是80% 那我還是講縮放80% 就是不會故意說 可以啦你可以說放大1.25 或縮小80% 但是就是說當題目寫縮放縮放的時候就是他 沒有在區別是 縮還是放總而言之你後面數字自己去觀察 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 我們口語講放大1倍放大1倍是 乘以2 那要是我講放大0.5倍 好你講放大0.5倍啊你都已經講放大了 當然不會是乘0.5嘛 那應該就是變1.5 就是放大然後多的部分是0.5 口語是這樣子 但是在出題目的時候 一般不會這樣出 就是你會搞得 人家很混淆 所以 出題目的時候 就算講放大1.2倍 值得也不用再加那個1 不會變2.2 他就是乘以1.2 那所以為了避免混亂 幾乎大部分的題目 比如說參考書商或者是大考 都寫 縮放幾倍 都不寫放大幾倍或縮小幾倍 因為會讓人困惑 這樣懂嗎 所以就是你 總而言之你看到縮放就乘以多少 這是要提的 那另外一個要講的就是說 這裡講這個縮放125% 變B圖片 那我們剛才解釋這樣解 其實是有一點點 邏輯上的 不正確 有一點點不正確 就是說 這個縮放比呢 是指邊長比 這個125是邊長比 換句話說他的邊 我說放大 1.25倍 並不是把整個圖的面積 放大成1.25 而是把圖的長跟寬 各種邊長 就是以相似型放大 那我們前面有說明了 如果你是相似型的話 你每一種特殊邊長都是 同一個比例 所以你等於是每一邊 每一種線段都被放大了 1.25倍 也就是被放大5 4分之5 所以其實正確來說 是這樣寫的 就是 當你的邊放大5分之5 你的面積是放大 16分之25 那麼這樣子的話 你這裡的這個答案 其實應該要寫的是 25分之16 但是這裡又取得的又是面積比 然後你回答的縮放幾% 你仍然是要講 邊長比 所以再把25分之16開根號 5分之4 80% 又變回來 這樣 也就是說因為他 給是給線段 答也是答線段 所以導致這個 平方又開根號回來 沒有差 可以嗎 好那麼解釋完這一點之後 下面這兩題讓大家想一下 把三邊長 456的三角形進行縮放 讓第二長的邊變成6 那他的面積會變成幾倍 第二題 把三角形放大讓各邊都增長20% 然後 再縮小時 各邊又減少20% 那這個時候的周長是48球原本的周長 那這個就跟我剛才講這個縮放的 描述方式不一樣了 他是放大和縮小分開講 所以想想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題啦 不知道你剛剛有沒有做呢 蠻簡單的吧 他要讓第二長邊變成6 也就是讓5這一邊變成6 所以其實他的邊長是變成1.2倍 6除以5是1.2 那所以面積會變成是1.2的平方 12平方144所以1.2的平方是1.44 這就答案了 可以嗎 這蠻簡單的吧 進行縮放就是用那個相似型放大 所以不會說說第二邊第二長邊變6那是不是567就不是喔 你要去思考他會用一個等比例放大 所以他其實會變成4.86和7.2 這樣子 可以嗎 來 下面這個 如果把三角形放大使各邊增長20% 然後再縮小 又使各邊減少20% 所以使各邊增長20% 其實就是乘以 120 就是變成1.2 乘1.2 那又使各邊再減少20%就乘80 80% 這樣子嘛 那所以說這樣子的話從原本到最後是 乘以 9.6 0.96 可以嗎 可以嗎 那他跟你說最後的這個 周長是48 那這裡好除了剛才說用這個比例啊相似型放大之外還 考了一個我們前面也提到的嘛 就是說你邊長乘 0.96倍的話其實你周長乘 好就是0.96不用平方 因為周長就把三邊加起來面積才是有平方的 所以 乘了0.96之後是48 好 那麼算回去嗎 對不對 除96 乘100 除96乘100是 1 2分之1乘150 可以嗎 那麼這是這次的作業 這裡有一個平行四邊形 在空中斜斜的 然後他垂直到 他的四個頂點都垂直到一條L上面 如果跟你說 這一段是A 這一段是11 這一條是11 這一條是5 那這一條是多少 我想一下 然後 這裡有一個平行四邊形 對角線 和這邊 AF比上 BF AF比BF 這裡3比2 這樣 然後在這個點呢 把這裡拉起來 然後再延伸過去 請問 EF EF比GF 會是幾比G ABCD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這樣子的話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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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A B 2 再延伸出去 讓他變成2比3到1點 再跟B拉起來 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這一塊三角形面積是3 那麼這一塊三角形的面積是多少 下面這一題 A B C這個三角形中 這一條跟這一條平行 這一條跟這一條平行 這是5這是5 那這個問號是多少 那我們繼續上到這裡